第三回合 阿Ben搶到了答題時間 答理權還在你那兒 一分鐘準備倒數 請處理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你怎麼知道 五又十分之六啊 應該是吧 所以你數學不好 我對數字真的不行 難怪剛才一數字你就不算了 是吧 五點零六 小數點後面的第一個是十分位 第二個是百分位 所以是五又百分之六 知道嗎 咱哥不用教啦 不用教他啦 你幹嘛... 沒關係啦 來 接腳 終於過了... 中緯 中緯來了... 來了... 車來了 車來了 車終於來了 加油 車終於來了 就怕過站不停 請出題 到車了 一位伯父建議消毒後 別馬上用清水擦拭 請問要漂白水浸泡消毒的話 建議至少要等多久 A 30分鐘 B 1小時 我的答案是A 30分鐘 30分鐘 漂白水浸泡消毒這個事情 我是真的有... 你不要馬上擦掉對不對 對 我真的怕過 泡太久 是很好 泡太久不好 怎麼了 衣服的那個材質都... 都有點變得很... 衣服材質會受影響 對 他說浸泡了 所以不適合泡太久 是的 請揭曉 終於... 終於靠戰 全村的希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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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美國疾病預防疫控制中心 就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人呢 都會用漂白水去做消毒 那在消毒的時候呢 會擔心說 會不會擦過漂白水啊 這些東西之後呢 小孩子如果又去吃 或去舔的話 可能會中毒 所以呢 就會再用清水把它擦拭掉 但是呢 這可能他都還沒有到一定的時間 讓他去做消毒的反應 所以因此呢 如果是擦拭的話 至少塗抹上去呢 你要讓他停留大概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那如果呢 你是浸泡消毒 至少就要浸泡三十分鐘 再用清水去把它擦拭掉 好酷 綜華 是 你現在終於知道 你前面那個設備是幹嘛用的了吧 懂了 我們過來看了很多遍 看起來篩選過什麼案件 是容易中的 篩選過 對 因為大致在剛剛看他們案 大致 大致 來 命運獎金數請公布 最少三百 最多三萬 請選擇 我要 三萬 你剛剛看了兩個WANG 這裡出來的邏輯 快告訴我們 因為三號機在拍我 他又是三萬 天 有這麼巧的事情都是三 那我就選了三號 一定是三號 原來有一屋子的神經病 什麼 3千元嗎 有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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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有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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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效有3 無厚為大 你按1號你發達了 你馬上抽錢 二哥再來一次啦 二哥你真的讓我按一次 34秒 看你有多快好不好 好 中文 加油 請助理 古代會用十克金古典 來作為計時的單位 請問一刻和一點 哪一個時間比較長 A 一刻 B 一點 B 我的答案是B 鎖利 一點 一刻我記得15分鐘了 那這樣的話 你可能是對的 記 記住 Come on 好 可以看到 這個十克庚古典 那其實在古代計算時程 如果是一個時程就是兩個小時 所以其實這個庚 它也是兩個小時 那如果在這個庚當中 他們會打五次鼓 所以每一個古典 就是用兩個小時去除以五 所以一個點是二十四分鐘 那一刻呢 它其實就是十五分鐘左右 所以其實一點 它的時間是長於一刻的 來 來 中華 中華 中華你冷 中華你 你記得今天錄完 記得要去 找醫生看一下 回去馬上 要去看一下 而且中華已經快失控了 你知道嗎 太激動了 來 公布他的命運獎金數 最少三百 最多三萬 沒有歸零 沒有加零 好 請選擇 我選擇的是 二號 漂亮耶 六千元 可以 不錯喔 不錯 不錯 就這樣三千兩千的話 你死定了 你知道嗎 其實我也這麼覺得 你不愛個賽 兩萬三萬 都沒了 來 準備 請處理 請問下面哪一種蔬菜 不需要等到開花 就可以直接採收 A 大白菜 B 番茄 A 大白菜 處理 答案是黑 你看過番茄花嗎 我看過 我看過番茄 從那個上面長出來的時候的樣子 我記得是不用等開花的 沒有看到花 番茄有沒有粉末花 應該是沒有吧 那很難喔 接腳 你明明是真的 這個 好 可以看到呢 其實大白菜這部分比較特別 它不需要開花就可以採收 但其他的植物就比較不一樣囉 比如像是南瓜好了 它其實一般在開花之後呢 還需要再等個五十到六十天左右 它要等到它的這個葉餅已經木質化呢 才算是比較成熟的一個狀態 這時候採收吃才比較好吃 那比如像是番茄好了 它的採收期會根據溫度不一樣 會因此長短也不一樣喔 像在三四月的時候啊 它的採收期可能要經過五六十天 但是來到七八院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它基本上啊 只要四十天就可以採收了 公布併運獎金數 三百到三萬 真需要你翻身耶 他們真的希望你耶 好 沒有歸零喔 我一定要翻身的 好 我選擇 剩下十秒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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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一秒就是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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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 Webb bliss 我們沒有辦法破完耶 真的是 差太多了S night 對啊 差太多了 還有十一秒 再拚一題 好 請出題 夜度人士民間傳統藝術之一 請問他的緣起最初是因為什麼事情 A 尊散祈求平安 B 暗中傳遞軍情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GO 聽聽到 郭婷筠 我都不敢呼吸啊 好厲害喔 我都不敢呼吸 緊張 年面人是這個民間傳統的記憶 大家都知道裡面了 應該在台灣的朋友 應該沒有人沒看過了 怎麼猜的 傳遞軍情應該是飛哥 飛哥 還瓜哥耶 飛哥 飛哥傳出 沒有 以前傳遞軍情 聽說是坐在一個餅裡面 那有沒有可能也是 塞在捏麵人裡面 不好說 請揭曉 GO 我真的盡力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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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捏麵人呢 其實是出自於在三國時代 諸葛亮 所以他其實是捏麵人的祖師爺 當時諸葛亮帶兵要征戰難瞞 結果遇到了江水暴漲 一度是沒有辦法渡江的 那他就乾脆祭司做法起來 然後請廚師做了很多的 米人 把他丟到江裡頭去 希望能夠平安渡江 後來果然讓大軍都成功的渡江 所以其實捏麵人最早的 他叫做江敏仁 就是因為出自於諸葛亮 命運獎金數準備公佈 最少就有四千 最少喔 最多有四萬 但是有歸零 命運之鈕 請選擇 我選擇的是 四號 好 堅持 啊 那麼嗎 八千 我好想破忘喔 下次很開心 下次很開心 你只有選到一號才有機會 你只有選到一號才有機會 其他的完全沒有機會 今天最大贏家 四萬八千兩百元 阿邊 許家可 好 送了你 什麼禮物給他們 好 我們要送給阿編跟小可的是 海裡與二次節氣系列拼圖組 根據二次節氣 結合了蔬果與動物 刻掛出迷人的享受造型拼圖 如小雪的兔子 耳朵裡藏著巨風葡萄 身上是白菜跟雪花 令人印象深刻 送給你們 謝謝 好啦 今天大家有人白忙 有人臨門一腳就差一點點 你還能下次再來 好 你今天表現其實我覺得非常棒 感謝 管鏡今天也非常好 OK 希望你們下次再來 謝謝 謝謝 運用你的智慧掌握機會 才能夠創造屬於你自己的命運 不要了 朝一到朝晚九點 準所定 全民新攻略 再見 拜拜 全民新攻略 模範身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新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按下訂閱喔